老公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 劉霞已經被中國大陸囚禁八年 沒有任何理由 唯一的理由就是 他是劉曉波的太太 劉霞沒有任何的犯罪 被關了八年 昨天中國釋放他 在今天已經抵達德國 這件事代表中國的政策 跟立場上是有什麼樣改變 我們先來看看劉霞的現況 從北京抵達芬蘭赫爾 新機國際機場準備轉機 劉霞向現場攝影記者 張開雙臂露出開心的笑容 這是劉霞被北京當局 軟禁八年以來 首次以自由人身份拍下的照片 他隨後搭機抵達德國首都柏林 德國官員從停機坪 直接把劉霞接走 沒有讓他面對媒體 劉霞的朋友 劉王作家廖義武 隨即跟他通常共化也見了面 廖義武突然表示 好多年了 彼此恍惚何時 一言難盡 劉霞精神不錯 但身體實在虛弱 走幾步路就頭暈 專家說他不是不想 是身體狀況不能見記者 也許七月十三號能在柏林 格特斯麥教堂的劉曉波過世週年追思會上露個面 劉霞重獲自由主要是德國政府積極對中交涉 與國際局勢催化的結果 梅克爾總理出身共產東德 每次造訪北京都會會見維權律師跟異議人士代表 劉曉波病重時就想接他去德國治病 劉曉波死後積極營救重度優異的劉霞 梅克爾五月訪問北京時提過此事 李克強鬆口表示可以談 這次李克強訪問柏林期間 劉霞終於重獲自由 劉霞的弟弟劉暉在微信上 祝福他今後的人生平安喜樂 香港泛民主派則是欣慰中也有擔憂 專家分析中方此時釋放劉霞 可以減輕來自外界的人權壓力 李克強在德國痛批美國高築貿易壁壘 釋放劉霞也能接機拉攏德國 甚至歐盟統一陣線對抗美國 中國異議人士跟西方外交官謹慎表示 釋放劉霞不能代表中國的人權有實質改善 記者是貴人報導 剛剛我們看到劉霞那張照片 雙舉著雙臂 其實很多人說 什麼叫做自由的表情 自由的知識 自由的臉龐 就是那樣子 我們來歡迎現場的特別來賓 臺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的理事長 楊憲宏 楊社長 信聰好 大家好 特別感謝是我們現在透過視訊連線 連線給中國非常知名 也長期遭到關押 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維權律師 胡佳 胡佳您在線上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好 楊先生好 恐怕是這幾年唯一值得讓大家開心的訊息 胡佳 您是問我嗎 是的 是的 這個 呃 吱克強的與中歐的對話 以及對德國的工作訪問 還有美國開始跟中國打貿易戰 7月6號開始打貿易戰 另外当局为了避讳7月13号 可能形成的那种纪念刘晓波的形式中 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弗里刘霞的 所以他们综合的考量就是提前了进程 这个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 很多西方国家的外交官横向都不知晓 他们甚至向我来求证这件事情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说只有很少的人 外交官以及廖宇武先生和那边一直关注刘霞的 像荷塔米勒女士他们知晓这个情况 当然刘晖他在北京的时候 当刘霞已经就是说安全的这样 就佳节已经飞离这个时候的话 他把这个讯息告诉大家 这样才公开于众 当然各界都有不同的解读 包括说后天就是刘晓波逝世周年的时间 包括说最近中美的经济贸易制裁打得很火热 也包括说中国希望跟德国跟欧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但无论原因是什么 您会解读成中国的人权有进步了吗 因为刘霞释放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一丝一毫百分之零点一都没有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案例 而且我要告诉您的就是说 今天在武汉的时候 还判决了一个已经曾经被关押20年的 秦永敏先生 一个倡导和平转型的异见人士 这才是中国的现实注脚 为了防止明年的六四三十周年 和中共建立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明年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酷的年份 而现在从下半年秦永敏先生的宣判 就已经拉开了这个帷幕 那刘霞的事情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国际的这种博弈 中共是非常的 就是说注重实力的 就是实际的利益 那么在这个强大的 这个中美贸易争端中的话 他愿意打这张牌 作为这个筹码 然后去拉拢欧盟 就是拉拢德国 以及站在德国后面的这个整个的欧盟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 完全不是能用人权方面去注解的 只是中共的一种交易 就是他们把刘霞作为交易的对象而已 胡佳请你跟我们保持连线 我们接下来看看中国官方怎么说 为什么会释放刘霞 中国外交部的说法说 刘霞是自己的意愿到德国去就医 其实刘霞一直想出去 那为什么最近同意了呢 那外交部讲说 出境部门是依法处理 我不知道要依什么法 关押刘霞了 那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现在正在德国访问没有关系 不讲大家还不认为怎么样 一讲大概就是真的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是不是跟中美贸易战有关呢 没有进一步资料可以补充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讲说呢 外交部中国 中国外交部说 是尊重留下女士的个人意愿 也是依法办事 他觉得这是人道主义的表现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说 这个是尊重人道主义的原则 不过我这个其实不应该发表自己的观点 还真有脸讲这种话 你没来没一天关起来 没 没关系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放了人很开心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不过当然胡佳讲的没错 就是确实哪一天不知道 可是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天 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认为我们过去这段日子 整个国际 包括台湾对中国 都是意志力的比赛 现在可以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不管叫做习近平或李克强 他们的意志力完全不如我们 我们不断的加压 不断的加压 其結果 我们的目标也很清楚 就是要帮留侠看病 你也知道嘛 这一次其实有提出说 希望可以帮留侠治病的 国家还有台湾 是 加拿大 德国 美国 台湾 就这几个国家为主要 都有提出 那甚至于我也在很多的 我的央广节目 也一直不停地告诉 这个中国方面 就说 如果你觉得去德国 有所谓的境外势力介入的话 那你不是一直讲 台湾是你的一部分吗 那就是那种留下来 我在你的节目也讲过 我们不断地告诉他这个压力 这个这个事情 就是一定 因为我们也了解留侠的情况 一定要赶快有一个正确的治疗 让他可以身心都可以休息下来 他原本就有忧郁症的倾向 我想那个都是那个忧郁症一定是中共制造出来 被关八年不忧郁才怪 而且自己的先生就这样子的不明不白死掉 这样的话当然是会有 他的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其实中共也不会给刘侠真正看病 所以最近我们不是接了一个 是是是 这个黄艳进来 那现在我们在帮他做所有的那个身体检查 就发现一大堆病了 就是非常多的问题都全部冒出来 是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有那么严重 我们就帮他去把这些都都都检查 不过刘侠跟刘晓波 特别是刘晓波 其实在有话说 已经谈了非常多次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谁是刘侠 为什么中国这么怕刘侠 在他没有任何犯罪的情形下 要把他关八年 刘侠二十岁开始写诗 八零年代是一个中国非常有名的诗人 然后呢在男权跟专制主义压迫下 寻找女性的自我认同 八九年六四事件 刘侠不再做任何投稿 作为抗议 他跟刘晓波认识的时候 隔职都有家庭 那不过恢复单身之后 两个人就结婚 九六年的时候呢 他就说我就是要跟刘侠在一起 然后呢两个人结婚 之后呢 刘晓波二零一七年 癌末也就是一年前的现在 不幸去世 那在去世前呢 刘侠亲笔信说 他们希望可以离开中国去治病 在昨天呢 刘侠的弟弟刘辉呢 发文说 他已经离开中国了 我们再来看看刘侠的一些大事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 六一年的时候呢 是中共的高官家庭出生的 他选择成为诗人 选择成为摄影师 刘侠起草六四六周年 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呢 那被判劳动教改三年 那刘侠说 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 换句话说 刘侠的性格是非常的强悍的 刘晓波发起签署零八宪章 被判十一年 刘晓波说他无罪 那这当然是政治罪 那可是关刘侠什么事情 然后呢 在这一阵子呢 刘侠的经济可能都是刘辉 就是他的弟弟所接济的 但是呢 他的弟弟呢 被中国控所谓的诈裁判刑 十一年 那也可能是因为维权人士 探视刘侠而触怒当局 你认识的刘侠 是什么样的女人 让他非常的坚持 因为我在那个中央广播电台 除了胡佳尝试我的常客以外 在刘晓波被关之前 我其实在央广的节目 台湾中央广播电台节目 访问过刘晓波三十几次 在他被抓之前 从二零零五年到零零八 就零八宪章发表前 这段时间 那我们了解的就是说 他们夫妇 其实是非常灵通的 他们互相之间 其实非常 互相之 非常知己 就是一个灵魂伴侣 他们是一个这样子 他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都是非常沟通的 我所理解的 其实刘侠 为什么中共很怕刘侠 其实他几乎 在刘晓波过世了以后 他可以代表非常清楚的 代表刘晓波 刘晓波 虽死游生 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刘侠 刘侠完全可以有 他的一种代表 也就是零八宪章 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可以说对未来中国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民主自由规划 虽然这个版本还可以再有一些讨论 可是这样的一个已经深入了整个中国人心 当年有三百零三个这个 Leadership 就是有一个三百零三个意见领袖 就一起跟刘晓波一起去吵签 那这样的一个事情 其实已经深入整个中国 而且是白纸黑字写下来 那中共在判这个刘晓波罪行的时候 当时候罪罪行的时候 其实就是直指这个零八宪章 他认为会毁坏他整个共产党的整个体制 可是大家都知道零八宪章是民主自由中国的未来 这是一个未来的 我我我用另外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写诗也写文学的人 所以那个从文学的表达来说 其实他们已经写下中国未来的历史 明天的历史 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个的tomorrow history china 已经有这个概念tomorrow history china 所以对中国来说 不管他做什么事情 这样的这个刘晓波 刘晓他们所做下来的所有的事情 是必然要在明天发生的 不过我这样讲 我自己也很矛盾很痛苦 如果说刘晓将会是承载 承接着所有刘晓波 或者是中国民主 或者是未来改革的那么巨大的能量的话 我这样解读可能反而害了刘晓 不过我再请教一下胡佳 你怎样看待这股力量会在刘霞身上继续的传承下去吗 因为霞姐她比我年长 而且呢就是说 在我跟小波的交往中的话 霞姐一直是在小波身后的那个人 就是每一次我们到那里 她可能给我们倒茶 然后呢看开怀的笑 然后就是那种氛围的话 就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家庭是非常的轻松 尽管外面很严酷 很可能外面还有警察呀 什么他也会经常不断的受到骚扰啊 这样的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其实都没有杨显宏先生对于刘霞的这种了解更多 尽管我曾经和一些朋友冲进过他的家 控制住保安啊 什么这些 我是最后一个出来拥抱了刘霞 但是这个不能说我对于刘霞他自己 关于政治的理念 关于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想法 我有多少的了解 这样呢 但是就说从我自己的那种近距离的观感来讲的话 这个爱是他们这个家庭的主题 所有所有那种心有灵犀的那种灵魂之爱的共鸣的话 都来自于他们在这个方面的那种爱的这个交流 包括他们所追求的未来中国的图景和这个政治的理念 但是现阶段而言的话 我就是看他是一个出满创伤的人 他的精神和身体处于崩溃的边缘 那么可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也有包括顾忌刘霞在国内安全的问题 他可能不太就是能够承载这种类型的责任 这样的 他需要一些修复的时间 是是 某种程度解读说 他的弟弟刘辉 现在还在中国当成人质 压住刘霞 你就不要在德国再随便乱讲话 刚刚胡佳谈到说 尽管刘霞释放到德国去就医 这是令人开心高兴的一件事情 可是呢 中国人权没有百分之零点一的进步 我们来看看 三年前的律师 维权律师大逮捕大抓捕之后 中国人权现况 2008年刘晓波联署发表零八宪章 呼吁中国落实司法独立 人权保障 言论和宗教自由 隔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11年 2010年获扮诺贝尔和平奖 却因坐牢无法领奖 颁奖台上属于他的空凳子 成为民主良心的象征 刘晓波之后为了追求民主与良心 更多人付出代价 2015年发生709大抓捕 中国维权人士徐春河 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 遭民警拦截 混乱中遭开枪击 660名律师集体连署抗议 中国当局随后大规模逮捕 两三百名维权律师 其中律师王全璋至今毫无音讯 王全璋的妻子徒步一百公里 到审理案件的天津市法院 要求当局解释 把这样一个无辜的人抓起来 关了近一千天了 我觉得这个是 是 残酷吧 没有人心吧 我觉得这些词都没有 都不够分量去形容 他们的所作所为 为受害者奔走 最后也被逮捕的 维权律师江天勇 被控颠覆国家政权 法院直播审判 他平静认罪 我的这些思想 这些行为 确实是错的 是严重的犯罪 我对我这些行为 从内心来说 确实非常后悔 公开认罪成为中国 关押异议人士 惯用的结论手法 被失踪 被认罪 被判刑 似乎成了中国打压 异议人士的同一套剧本 2017年 刘晓波病逝 如今 他的妻子重获自由 希望他能就此展开新的人生 插播一个最新消息 就在八点四十一分 大概是十多分钟前 在台南发生 瑞士规模四点三的地震 各地的震度 包括在台南市 永康市五级 台南市是四级 那高雄跟其他县市 是一级的 这是在 就在刚刚十分钟前 台南永康发生 瑞士规模四点三的地震 插播最新的消息 我再请教一下社长 中国释放留侠 看起来是要换经济上的利益 换什么利益 换得到吗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 危机重重的状况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贸易战 他们从来太低估了 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 那你只要看 Peter Lamarro 他在最近的发表 以及这个Harrison Report 的几个重要的报导出来 就知道说 美国这是非常全面性的 不只是在贸易上 包括在美国内部 肃清整个中国的这种 借着贸易来做间谍行为 或偷窃行为的所有的事情 他们列举六十几项 各种不同方法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 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呢 他这时候转向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有矛盾的 欧洲国家跟美国之间 所以他想拉拢德国来跟他 但是我认为他是徒劳的 今天如果德国跟这个英国 化国这些国家 欧洲国家都对着川普干 他也不需要放留下 没有用 他其实已经到的没有路可走 我认为他是已经穷途的状况 底下做了这个事情 大家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也就是马上接着下去 你看他的股市跌成那个样子 他的这个人民币继续要贬值 的状况 其实已经把整个中南海 他们的整个已经搞了乱七八糟 所以这时候去释放留下 我认为其实就是我刚刚讲那一句 就是意志力的问题 不过看起来境外势力介入 是真的有助于中国人权 当然是啊 我们这个帮忙那个李明哲 也是用这样的方法 有效啊 也非常谢谢胡佳 跟我们做视讯延线 也希望一切能够顺利 一切平安 非常谢谢胡佳 也谢谢社长 谢谢收看 三峰点火是哪个山 请作答 这连我都错耶 我以为你错 我跟你说 下面有火 下面有火 所以上面有火 对 上下一其火 对 一字千金 斗字风云榜 带你领略中华文字之美 流动电影院是印度特有的文化 卡车载着帐篷 投影机 电影胶卷 在乡村小径上蜿蜒而行 在泥土上搭起一根根柱子 盖上布帘 为乡村居民带来观赏电影的机会 32岁的阿努浦成席副业 走过一个又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 但如今盗版DVD猖獗 电视线上收看平台普遍 仅剩下少数人坚守这个行业 他能成功将这个逐渐视为的产业继续运转吗 或是他终究还是来到了旅程的终点 周四晚间十点 记录观点 帐篷里的宝莱坞 下雨去高雄听音乐 法国艺术节艺术总监朱迪斯·英格尔森 将以华丽变化多端的音色 与巴洛克独奏家乐团合作 演出精彩协奏曲目 公事只有会员付15元邮票 可索取入场券两张 详情可扫描QR Code 参考公事网站 或播02-2633-2000转9 消失的王者系列最新续集 被传送的狮王流浪记 兄弟姐妹的沙漠生存史诗 战斗与依存 生命与运气的交错 五剑客狮王的故事 7月14号周六晚上8点 商态权记录 消失的王者2 沙漠之歌 就在公共电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